我大住肚子结婚,敬茶时婆婆把红包扔地上,我起身后,愣了。 我叫刘莉,今年28岁。 我大专毕业后到了一家国企做合同工,也就是在公司里我认识了男友。 男友是技术员,而且还是个正事工呢?我们经常在食堂碰面然后一来二去就熟悉了。 我跟他真的挺聊得来的,大概是缘分吧。 男友说他是个话很少的人,但是见了我就有很多话想说。我们是半年后成为男女朋友的。 男友不是那种会说情话,送花的人,他跟我表白都还憋了半天。 在一起我们倒是感情挺好的。有一次他知道我妈生日,竟然就悄悄去了我家。 他给我妈买了一个银手镯,我妈高兴得合不拢嘴。就这样我家里人很快就接受了他。 不过在一起一年我去他家。不过在一起一年我去他家,他爸妈却不太接受我,尤其是他妈。 男友是独生死,他爸妈都是有稳定工作的老师。 他爸妈门地观念特别重,觉得我家配不上他家,我一个临职工也配不上他家儿子。 所以第一次见面就很尴尬。当时男友爸妈基本都不理睬我。我觉得自己真是自讨没趣。 我妈说不被长辈祝福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,所以我犹豫了很久想跟男友分手。 可男友不愿意,说非我不娶。 。 后来他应该是跟他爸妈攀排了吧,所以我们才最终得以谈婚论嫁。 可双方爸妈见面的时候,他爸妈还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。 。 当时一般家庭给的嫁妆都已经是五万块钱了,可他爸妈却只肯给三万。 。 那个时候我刚好又检查出怀有身孕了,男友他妈还指桑骂怀的说我不知羞耻,我知道在他看来我是嫁定他儿子的了,何必费彩礼钱。 。 我爸妈为了我的幸福很大度地做出了绕步,我爸妈甚至表示这彩礼钱就是走个过场,等完婚后会再还给我们年轻人的。 。 就这样我们的婚事才最终定了下来。 结婚那天很多亲朋好友都来了,热热闹闹的。 按规短,结婚的新人是要给长辈贵的淨茶的,我那时肚子已经很大了,下轨不方便,所以给婆婆淨茶的时候我是大住肚子弯住腰给她淨茶的。 。 没想到婆婆非常不满,她说,你这是存心给我淨茶吗?还没喊我妈,还没正式过门就想母瓶子跪了。既然这样那这红包我就扔地上了,你看门跪下了就拿。 。 我听了很委屈,不想让场面尴尬就缓慢地跪下了,可是当我起身后,愣了。 发现这红包里面仅仅只有一百块,在场的人都说我婆婆太奇葩了。 。 。 接下来的日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过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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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